你这个退休开多钱呢 我觉得都不好意思说 可少了 我才1800 那没事 就还涨来涨去的开这么多 你的钱呢 你要是如果咱俩真成了 你是你的钱 完了呢 我现在就是退养我属于2556 等我退休呢 我还能给你俩钱花 完了等正式退休 在24年4月份 24年的4月份 咋的 得开7000块钱 没开那些钱呢 嗯 优质大哥来相亲 不仅有钱有闲有存款 人品更是没得挑 大姐对她更是赞不绝口 本以为成功牵手 结果竟然来了个大反转 郭大哥今年58岁 目前处于退养状态 每月工资2556元 有房 那我又跟你没法比 我真是开太少了 他必须他条件还行 还可以 人也挺好的 还不抽烟 是不是 大哥这牙如同天生的繁星 色泽鲜艳 相距甚远 多少有些科尘 可一听退休金能到7000多 瞬间感觉帅气了不少 大哥这牙一点毛病没有 就这条件 老办好找 那你是属于一期的正式员工 正式员工 我是当四年名 我们当年当名分配 分头裹营正式工作 正式工作 那就是退休的好处就非常的多 对 你看你现在今年是 我58呗 那为啥选择退养 我看你年龄 那个活太累了 我们原来是退休班主10个人 后来有两个退休的8个人了 8个人这些活都给你这8个人加上 也就是加人也不加钱 后来那活老 我天天6点钟就到单位 后来求件分装 再往车上装 一个人干老多活了 后来正好有55退养的条件 我就回家了 当时我家孩子也叫我回家 他爸你回家 我别干了 那你这退休之后 你这小日子就更好了 是啊 我准备退休 我将来我就上海南 上三亚 上云南西双版纳 我就旅旅游了 这都计划上了 没有爱的灌溉 生活百无聊赖 只有好的心态 才能保持愉快 退休后的生活大阁已经计划周全 目前主要任务 就是找个称心的老伴 跟自己共复夕阳之旅 因为前半生的婚姻 真的是让他揪着耳朵过疆 操心过度啊 就是玩电脑游戏啥的 完了后来 我就把那个电脑 我给卖收破烂了 后来他就上网吧去玩去 他就不听话 那时人家晚上该上网吧上网吧 白天上班上班 人家就啥也不管 那时孩子正上高中的时候 完了那得供孩子上大学 人家也不管 你供你的 我那时候我挣的也少点 连工吃饭 他还上高中 那上高中老费钱了 不听话 后来呢 一人他想卖房子 就是把这房子卖了 咱俩分房子分钱 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后来当时我就没干 后来当时没干的 我就是跟他办那离婚手续 原来有网瘾少年也有网瘾大妈 大哥的好言相劝 依旧没能换来前妻的回心转意 最终两人的婚姻已离婚收场 即使是离了婚 有情有义的郭大哥 还是帮前妻还上了未美的债务 那时候他贷款了 我给他还了三个九千多 就是银行卡 后来还完之后 他说你给我十万我就走 后来我给他十万 他就自己出去租房去 租了没到一年 他也退休了 后来他也有病了 就走不动道了 我给他背回来了 他是退休四个月 新个就没了 给他背回来了 后来我说你就在家待着吧 后来他关键下不了楼了 下不了楼了 后来他就玩不了游戏 网吧他也去不了了 后来他说 你也把那公子卡号告上孩子吧 我给你写个我的公子卡号 我就告上我了 后来隔几天 他就闯不上来气了 他说你给我叫120 我就叫120送医院 完全就没了 那大哥你还真挺有情有义 都离婚了 对啊那没办法呀 要说这回这回事吧 原配的夫人嘛 那咋掉 虽然已经离婚 但毕竟是从小的夫妻 面对生病的前妻 大哥毫不犹豫的一管到底 如今已经单身三年 也该好好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那就是他去世之后 这阶段你没找吗 没找 你256你找谁家 你现在找你都得给你点零花钱 现在我天天看你们这节目 你找完了你给你零花钱 去了零花钱 吃一年产展费2300多 你再加上物业费啥 你咋整 后来我就我就心 我以前报名了 我心 那天就是零丁 就心血来潮了 可不是吗 人生苦短 时间宝贵 该找就得找 赶紧说说 对另一半的具体要求吧 别抽烟别打麻将 干净利索 就是哪管 买菜做饭都我的事也行啊 就是你丑子能领出手啊 你别整缺黑一点 你喜欢白就这样 对对对 然后其他方面呢 就没负担呗 年龄呢 年龄咋得得50 左右岁人 那你对于他有没有工作啥 你有要求吗 没有要求 工作无所谓 鸟儿能供他吃喝就行呗 再给他生活费啥的 还能给生活费啊大伯 那现在不能 等退休之后 退休之后 你还要打算 能给生活费啥的 对对对 那你得给一点 谁白白的跟你在一起 这不就现在多现实啊 那给多少 那两千一里呗 天上好 云一散 夕阳正把黄昏练 退了休 上了岸 人生旅途又一战 就大和之人品 条件 敞亮剑 还能找不着老伴吗 了解完大哥的情况后 红娘找到了今年54岁 退休金每月1800元 租房住的高大姐 请进 来吧 这是快热的 快热的 先把你拖了 床上都行 对对对 这真的热 你家热大姐家也热 这都热了 挺干净啊 挺干净啊 一大眼就看这里干净了 那坐 来坐 来坐 我得给你俩先介绍一下 这个是 我姓郭 郭喜存 郭大福 然后是高相春 高大姐 还可以 都不了解人呢 我认识啥屋里熟的 还都可以 长得行眼睛条挺大的 眼睛挺大的 身包啥 这都行 香菜 两人见面后 对彼此的印象都还不错 看着腹白貌美的高大姐 大哥表面风平浪静 那心早已风起云涌 或许这就是心动的感觉吧 这个 那个是香菜 这是芹菜 这是香菜 这是香菜根栽的 看大哥这是不是会生活的 可真是 干啥是啥呀 这里是土豆 还有两个大萝卜 这箱子里 你看他那土豆 土豆那是的 我就搁袋子搁走廊里的了 我可没这样是的 凭我细致多了 凭你细致多了 我是属于那种大烈烈的那种 当兵的啊 此时的郭大哥 就像围着火炉吃西瓜 身上暖轰轰 心里美滋滋 通过深入的了解 大姐对大哥的好感度也不断的增加 尤其是了解到大哥当过兵 心里更是满意 当四年兵 搁哪儿当兵呢 搁辽宁凤城 我二哥搁安闲 空军地勤 空军后勤 我是空军后勤 那你们这一个兵总差不多是吧 对 坐那有凳子 大哥把水果这家都摆了吗 我一般我不抽烟 我也不喝酒 我愿意吃水果 平时是我愿意吃 你不抽烟也不喝酒 我又不打麻将 大家都是优点 都是优点 那你当过兵就是我一定锻炼 是吧 各方面应该都挺好的 反正不抽烟不喝酒 我打麻将还都挺好的 如此和谐的相亲场面还真不常见 就在红娘以为能促成良缘提早收工的时候 大哥突然提到的一个问题 让相亲气氛紧绷了起来 去年就住院了 得脑出血了 轻微 你啊 咱就咱得说 你现在有没有后遗症 现在没啥 看他现在状态也行 走道啥点 我没洗手 走两步我看看 脑出血我是 它不是血酸 大姐 是不是通过 就是走两步能看出啥 不是 我混了跟血酸 我以为是血酸那个症状 就是后遗症那个 看着大哥恢复的还算不错 大姐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毕竟这么招人稀罕的老头不好找 这算啥呀 大哥招人稀罕的地方可多着呢 不信你继续听大哥跟你闹 你这个退休开多钱呢 我这都不好意思说 可少了 我才1800 那没事 就还涨来涨去的开这么多 你的钱呢 如果咱俩真成了 你是你的钱 完了呢 我现在就是退养我属于2556 等我退休呢 我还能给你俩钱花 完了等正式退休 就得24年4月份 24年的4月份 咋的 得开7000块钱 没开那些钱呢 嗯 那我跟你没法比 我真是开太少了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听完大哥的一番肺腑之间后 大姐更是使不浪掉唐洛斯里 美得瓷腾瓷腾的 看来真是捡到饱了 他必须的条件还行还可以 人也挺好的还不抽烟 是不是 还行 一万分人给他装饰 那咋的 这95分吧 这么高 嗯 就在红娘再次以为 自己可以提早收工时 两人竟然因为养狗的问题 产生了分歧 你家养狗 我这狗笼子给你了 他不要笼子 他就在沙发底下 我给他整个小店 他出去穿鞋 我觉得你也不用给 你哪成了 那你这狗就来了 哎呀这狗 我可不喜欢养狗 我可不喜欢养狗 嗯 那钓毛啊 不怕他吃 不怕他喝 这钓毛啊 钓毛 就是所有狗品种 狗品种当中 就我养的狗 不是钓毛 也钓 哎呀我们同志家有 那个就是笔熊 那是笔熊啊 泰迪 对泰迪 我一直还反对啊 钓毛钓毛 我买一腿啊 你没养过狗 我真买一腿 大姐家那狗真不钓 哪有不钓呢 钓 泰迪狗真不钓毛 我也养过啊 他是所有狗当中最不钓毛的一个 就是那狗的事我就有点那啥 就是狗 反正我就走哪儿得带哪儿 得了就别降嘴了 明摆着是拿狗钓毛当借口吗 是不是嫌弃大姐公子迪啊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也喜欢小滴分享的视频 那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长按点赞三秒钟 我是爱你们的小咖 咱们评论区见